日前,首当最剧创意综艺《快乐之城》上线了,节目组请来了江浩王菲,请来了银帝黄博,也请来了金牌主持人何炯,强强联手让节目当次拔高了不止一层。 事实上,《快乐之城》播出后,远比乐器要好,此次的新综艺《快乐之城》一改以往的节目面貌,脑洞打开,首创唱,跳,演于一体的现场电影呈现形式。 不但参与节目的嘉宾紧张,连场外观众观看时也捏着一把汗,太刺激太具挑战,根据赛制,任何将要表演的嘉宾都只有一次表现机会, 从头到尾,不能有任何差错,否则就失败了,作品表演时间大概在八到九分钟,难度可想而知。 第一位挑战嘉宾是黄晓明,他将与导演许鸿宇一起完成作品《独木桥》,黄晓明负责演,许鸿宇负责把控场上所有表演音效,拍摄镜头,灯光等等,两人谁都不能出错,否则呈现在观众面前的,就会是失败。 开始表演后,所有人都很紧张,包括默默注视演出的何久,王妃,黄博,以及另外三位将要演出的嘉宾,因为他们太清楚,黄晓明将面临多大的挑战,黄博更是直言,这个太难了,我不敢参加,也难怪,黄晓明表演前双手会狂飙悍, 担心,害怕,渴望成功大复杂心情交织在一起,换成谁,都会紧张,黄晓明的作品讲述了他四十年来的人生感悟,轻狂过,兴奋过,成功过,低迷过,痛哭过。 在短短九分钟时间里,黄晓明通过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的另一个自己对话,向大家好无保留地,展现了真实的黄晓明,然后依然决然选择做回真实的自己。 他上堵木桥,不再回头,整个过程,黄晓明没有停顿,一气呵成,无论是动作,语调,唱歌还是神态,完全超水平发挥,连失误,堪称华丽大翻身,特别是在与另一个自己对话时,眼珠子因为不安而专动,因为找回自己而决然,因为放下过去而感动。 每一个瞬间,眼里都是戏,惊艳了其他嘉宾,也惊艳了各场外观众,完美的演出,此前黄晓明在无问系东里的表现,还让不少人心存怀疑,现在,就靠九分钟小短片证明了自己,影帝这个称号,或许他还是配得上的。你们觉得呢?